好,那麼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叫做RSS 的服務,那麼我們首先來看看就是說 因為剛剛有問過大家好像 大家不太知道那個RSS對不對 好,沒有關係 這個呢 RSS部分呢,我先講,上面這個我們待會再講 RSS部分呢,您如果您待會呢,先登錄一下那個 Google 你看在這邊 它有一個功能叫做閱讀器 Reader Reader,你可以從更多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閱讀器 從這邊那你先登錄一下,我先等各位一下 那你看我現在登錄進來了 你會看到我有訂閱很多很多的東西 有沒有 那為什麼我們會一直 一開始就問各位說 你還有沒有在用這個我的書籤 就是我的最愛或者書籤的功能 因為 請問你 這個網站 如果你加入我的最愛之後 那你是愛這個網站的某一篇文章 還是它所有文章你都喜歡 還是你只 你加入最愛的時候,只是加入它的入口 就是那個首頁那裡 請問你平常加入我的最愛都是加哪 哪種方式,加入我的最愛 大部分都是加你看到那篇文章 到那裡嘛 對不對 大部分的清 那 請問你這個網站裡面 可能還有很多其他文章 你也喜歡的 你會不會重複加入 有些人為了 精簡 所以他就算了 對不對 反正這個網站我已經有加入了嘛 就不用再加了 那有些人呢 捨不得嘛 每個都加 這個網站裡面萬一有10篇他就加10個 這樣 也沒有很經濟啊 對不對 因為太多之後就很亂嘛 所以 最大問題就出現了 你今天有加入你的最愛的網站 這些 這些所謂的書籤 我的最愛 那 你要找內容的時候 沒有辦法找到 比如說 像我剛剛講的情形 這個網站也許有10篇是你喜歡的 那雖然你有加入我的最愛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找到他的內容 你只能找標題而已啊 對吧 所以內容是什麼 你還是要去那個網站找 有沒有有點累 而且 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 平常 你一打開電腦 你會去看哪些網站 FB 雅虎 這幾乎是大家 很多人的 我現在首頁我都不設 雅虎啦 因為很浪費時間 看新聞看報紙就 不用跟那邊看 請問你還有去哪些網站 就是除了這兩個 你有沒有 特別關心某些網站 他的更新我一定要特別注意 學校的網站 可能是系上的吧 學校的官方的 你不會理他嗎 喔 真的喔 那你算不錯的喔 這個算守法公民 大部分的學校 或者系上公告都沒在理的嘛 哈哈 有些人考試時間都不太清楚 有沒有 有沒有哪些網站你是 一定要去看的 在你的 這個 可能課程領域啦 或者老師 有介紹的啊 還是你 有一些的 有些網站我就一定要去看 或你的遊戲啊 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那 這些網站有更新 你怎麼知道 請問你如果學校網站 或系上網站有更新 你怎麼辦 不知道嗎 天天都看 原來你天天都去那你排隊敲敲門 哈囉 我來 我來報到了 這樣不累嗎 如果你看到他沒更新 會不會有點失望 因為我會浪費時間來這裡排隊 所以呢 這樣就不划算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因為你一打開電腦就要 出門 開始拼命 找有沒有更新有沒有更新 那麼我們用閱讀器 RSS就是 一般他把它稱之為主動推播 我們剛剛加入我的最愛 或者是書籤 這種方法是屬於比較被動的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 就是要自己跑 對不對 一個一個網站去不同網站看 那麼今天如果我可以把 這些網站 有沒有更新 我就在同一個入口 就一併看到 是變得比較簡單 比如說像我現在 我訂閱這個 范科學 如果你是那個 理工科系的 其實說人文的也很 很不錯 這上面也有 這個網站真的很好 他有很多介紹很多那個 新的知識 就是新的訊息 他都 翻成中文了 所以你再看 如果我們不是那種 非常那個 領域非常 專門的 有些 民主我們不容易了解 那這個就很不錯 那 我不可能每天都去看 甚至他有時候 他根據速度很快 一天好幾篇 你怎麼可能每次都去 一天 請問你要去幾次 對不對 請問你去系上 網站你要去幾次 一天去幾次 好累啊 真的是好學生 系上最喜歡這種學生 好 那 你看我這樣就可以看到他 新的有沒有 我隨時你看不同網站 是不是也有 我通通都在這邊就找到了 而且我在閱讀的時候有沒有很簡單 這一篇我真的喜歡的 我可以 加到 給他一顆心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 信心很多之後會變成怎樣 也是蠻天心啊 所以 你如果說這篇喜歡沒有關係 我的 點到這邊 有新興的才會出現 對不對 廢廢就留在動物園就好 了解那個概念吧 因為你喜歡的才會出現嘛 因為 那麼多的根系裡面不見得每一則都是你喜歡 或者想要的 但是這樣還不夠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有了這樣的 概念之後 我 需要 一些事情 你看 剛剛 剛剛看完了這一則是最新的 現在又一則新的來了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現在不是 你是出門找資訊 現在是資訊 一直追著你跑 才一下下又一則新的信來了 而且是來自不同網站的有沒有 我要不要出門 要不要去檢查這網站 不用啊 他馬上就推送過來了 所以 RSS 一把我們稱作主動推波 我可以用訂閱的方式 有點類似電子幫那種概念 但是 今天他不是透過 Email送給你 而是透過一個 整合的界面 這種Reader 那這個Reader Google的只是一個界面 你用其他軟體 我們都不反對 只是說因為各位有Gmail帳號 我們就 統一在這邊用會比較方便 那因為他是一個網站嘛 所以你不同的 裝置 隨時上網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就變成一個很重要資料庫 而且 你有 在這邊有 在你這裡面的 你都可以利用他的Google最專長的收訊型 去找到你所有的內容 而且是全文堅鑿 這樣會不會比你我的最愛來得容易一些 對不對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是有看過這個資訊有印象 可是你不知道在哪裡 那這時候就慘了 因為 書籤 我的最茫茫大海裡面 在這麼多愛人裡面你很難找到他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剛剛講的 你如果 有用的這個功能之後 平常還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功課 叫做什麼 分類 有沒有發現這有叫標記 比如說我就發現 這個 像這個 很好的一個 資訊 那這個呢可能跟我的什麼有關 我往下走一點 這裡 科學新資 那這個可能跟我的氣功的 病毒資訊有相關的 好有沒有 我可以用不同的標籤關鍵字把它標示出來 那麼下次呢 我想要找到有跟這個有關的 我點一下 全部都是跟這個有關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樣要找 比較有效率一點 對吧 所以你平常這些關鍵字 你自己要去歸類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資料夾的方式歸類 比如說 我現在 訂閱了 你看我左手邊 這裡就是我設定了一些關鍵字 那 Google這邊有個好處就是你只要打一個字相同的就會列出來 這很快 你不用擔心 那麼 除了用關鍵字 我這邊也有資料夾的 你看有沒有資料夾式的 有沒有 如果說像剛剛這一篇文章 你看他每日必讀的 你訂閱了之後 比如說這個 我可以把它歸納到 假設這網站有常來 我可以把它歸納到某一些 地方去 我找一個 你看這裡有沒有 像這樣 那我把它往下卷一點點 你可以自己新增新的資料夾 這樣了解概念 不管你是用資料夾也好 用那個標籤都沒關係 好那我整理好之後 甚至我在利用這個 全文堅守 就變得很簡單 就變很簡單 這樣知道了嗎 那 既然知道這樣的概念之後 很想要用看看對不對 你看我們在這邊有幫各位先準備兩個網站 有沒有去 這個 天下雜誌 應該大家也蠻常看的吧 請問天下雜誌現在有什麼服務 他說一般的雜誌 天下雜誌 請問他還沒有出別的 康健 他有影音喔 有沒有有些電視台有用他的那個影音 他現在有電子書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你要訂閱的話 來 這個 你可以直接用關鍵字找看看 你看好那你看我到這邊 天下 應該這個 不會去到不該去的網站 好 對好 cw.com.tw 點進來 那麼 大多數的網站 尤其是部落格 他們都有提供 RSS的訂閱 OK 那我們的天下在哪裡呢 在這邊 你看一下 天下你會不會每次都來看 有空的時候在圖書館能夠借到當起就不錯 對不對 所以 你往下看 你會發現 RSS的符號大部分都是長得像這樣 有沒有常常看到這個符號 只是 眼視而不見嗎 管他的人不熟 跟他又不熟 對不對 來你點進去 來點進去 你看 在這邊 他有分很多種 他有跟你解釋 那我們不管他 你看有精選內容 有沒有 康劍的 那個Cheers 對不對 那個 加104的 特色主題 還有影音 有沒有 你可以 看你想要哪一個 你就把他這個網址 把它複製起來 你也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之後 你會想看這個嗎 一點都不想看有沒有 因為這個不是給你這樣看的 所以你 進去之後你把這個網址 請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之後你回到我們 閱讀器裡面 這裡有沒有一個訂閱 把那個網址貼上去就好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他是要讓你來這邊 用的 那所以 你看到我們剛剛那種RS的圖示呢 很單純的 你直接按右鍵把它複製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 關心這個主題 因為那主題太多了 所以會分 大部分是都沒有分類比較多 除非是這個網站的內容 非常豐富 那所以他會把 不同主題分開 那這個部分呢 他每天都更新 我自從訂閱以後我發現 每天都更新 現在 最大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資訊太多 所以 如果 你有訂閱很多 請不要 抱著一個心態 每天都要看完 不要這麼強迫自己 有時間在看 錯過的 該過去還是要讓他過去 你不要跟自己過不去 因為 你全部都要看完 有時候 你訂閱越多 真的資訊太多了 盡可能我們能夠盡量看 但沒時間 還是讓他過去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